弟弟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25集 几乎所有进入野人山的探险者 都会充分考虑到将要面临的障碍和危险 而最难以预知的危险 就是从弟弟不断涌出的雾气 除了那些迷失在雾中永远都回不来的失踪人员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究竟会在雾里遇到什么 也不知道他的根源来自哪里 若以常理推测 农物可能会使人产生幻觉或是物中含毒 但是凭借着丰富的经验 先进的装备 再加上一些必不可少的运气 应该是有机会从中全身而退的 不仅司马辉和玉飞燕是这么想的 就连搭乘在黑蛇二号运输机上的英国探险队 也同样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他们为了对付野人山巨型裂谷深处的千年迷雾 事先做了许多相应准备 包括各种防毒措施 以及在雾中使用的强光照明器材 但是根本没有料到 农物中存在上的惯例 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东西 维尔森留下的录音磁带 听得众人是面面相觑 好半天做不出声 录音中提及的内容 彻底颠覆了他们先前对整个事件的认知 玉飞燕心里很清楚 自己这伙人 与黑蛇二号运输机上的英国探险队 肯定都有着同样的幕后雇主 按国际上的惯例 既然客户委托一组人去寻找失踪的空军运输机 那么在这组人失手或放弃之前 就不应该再让别人插手 要是早知如此 也就不来淌这趟浑水了 玉飞燕又想起先前与司马辉二人 发现这家运输机的事 裂谷中的浓雾正在下降 当时的黑蛇二号运输机并无异常 机舱里也没见到英国人的尸体 据此 估计录音中提到的生命体 仅限于在雾中活动 而且灯光会将它从迷雾深处吸引出来 这是司马辉 撬开了机舱内的货物 你看 果然都是英国探险队携带的各种装备和物资 而不是玉飞燕此行所要寻找的缅甸珍宝 他见其余人都神色凝重 如同打难临头 就想找个理由宽慰众人 只好到 至少这盘录音带 解释了咱们先前在裂谷上面遇着的 世界家黑蛇二号运输机 而不是一个在浓雾中徘徊了几十年的幽灵吗 玉飞燕看了司马辉一眼说 你就别自欺欺人了 咱们遇到的确实是黑蛇二号 可是与黑蛇二号在雾中相撞的又是什么呢 司马辉说 既然黑蛇二号迎头都撞上了对面的文石运输机 都没有发生爆炸 我想这大概就是由于雾的原因 听说日事件常有海事山事的换布 晚上在荒坟野地里也会有鬼事 浓雾中突然出现的多半是那架失踪的英国皇家空军运输机 在几十年前留下的影子而已 太平洋战争末期 美军有整整一个中队的野马式战斗机 在太平洋地区执行巡逻任务 他们突然发现对面空域有日军的灵式战斗编队出现 然而当时的日本联合舰队都不复存在了 海军航空兵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早已丧失了制空权 怎么会有如此齐整的大规模编队出现 正当美军战斗机飞行员想要发起攻击的时候 却又失去了敌方机群的踪影 眼下只剩下海天茫茫 碧蓝无影 通过联络得知附近巡航的舰载雷达上 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当时野马式战斗机中队的飞行人员 个个是目瞪口呆 没有人知道刚才亲眼目睹的情形 究竟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证据显示 那只是海市慎龙一类的光学折射现象 还有不少次目击者曾经在海边或是沙漠中 看到金戈铁马的古战场 浮现在地平线的尽头 不过科学家们至今都无法解释 在云层和海面上形成的投影 为什么往往都会出现在许多年以后 这是司马慧曾在免贡人民军里 道听途说来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现在提出来 是觉得探险队在野人山里的遭遇 与那汉海狂杀中的种种离奇现象 颇有相似之处 这么说似乎也解释得通 与飞燕却并不认可这种推测 如果说是农物形成的虚想 那么黑十二号为什么会在撞击的一瞬间 如同接触到了强烈的磁场 使得全部设备同时停止运转呢 另外 这架运输机落入裂谷之后 被强光探照灯从迷雾里引出来的生命体又是什么 英国探险队的成员是如何遇难的 为什么他们连尸体和血迹都没留下 阿翠同样是深感疑惑 他也忍不住开口问司马辉 为什么英国人形容农物中出现的东西是生命体 司马辉道 这词还挺唬人 都把话说颠了 其实说白了 我就是说从地底涌出的农物里存在着某种活物吗 阿翠摇头道 只怕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词太宽泛了 你可以说 一草一梦是生命体 甚至可以说 整个天地都是一个生命体 即便咱们亲眼看到了农物中出现的东西 可能也无法准确描述 毕竟天茫茫 人类所知极其有限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被探照东从农物里引出的东西 绝对是异常危险 还是遇不着为好 司马辉寻思 能否探明物中隐藏的真相 也许就是从野人山逃出生天的关键所在 但那被众人连珠炮似的问题 给问得无言以对 心想 我这还他妈蒙着呢 你们怎么全都问我来了 只好退说 见不敬者是天下之士 物不敬者是天下之理 眼前这些事实实在太出人意料 几乎没有逻辑可言 换谁也研究不透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应该尽量以弹性思维来处理 司马辉和阿翠都觉得不紧 琪琪问道 弹性思维是指什么 罗王大舌头 抢先替司马辉解释道 哎呀 这词还是挺唬人的 都把话说尖的 其实讲白了 他现在就是黄鼠狼偷鸭子 无计可施了 只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给他来个见怪不怪也就是了 咱们用不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否则把脑袋给他吓阔了 把他吃亏倒霉了 又不是别人 玉飞燕点头的 说得倒也在理 此时山外暴雨如初 导致地下积水不断从盐层缝隙中渗落 造成这个地底洞窟内部也被榆木覆盖 使得裂谷深处的浓雾进阶消散 咱们正得天时 如果就此放弃 无异于功败垂成 那架失踪的英国空军运输机 曾经通过无线电联络 确认降落在了雾中 并没有陷入泥沼 这地底 多是泥沼泽 能够允许文师运输机降落的区域 只有纵身狭长的一片湿地而已 如果继续向南徒步搜索 我们仍然有机会找到那架 失踪的运输机里装载的货物 与飞燕以前做事 无不是随心而动 根本用不着对手下多做解释 可司马辉这几个人 皆属于临时入货 真是半路上甩手不干了 自己也奈何不了他们 只好忍着性子 好言好语地商量 他又对众人嘱咐道 兵贵神速 现在不能过多耽搁 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因为说不得 热带风团带来的狂风暴雨 还能持续多久 他要是万一在途中转了巷 或者是突然减弱 事情可就麻烦了 那时候浓雾肯定还会出现 在出发之前 大家伙应该多携带一些 英国探险队留下的必要物资 特别是防身的武器和食物 以及照明装置 如果在途中突然遇到浓雾出现 就要立刻关掉探照灯 和聚光手电筒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改用冷荧光机一类 没有热量的化学光源 说完 他就从英国探险队的货物中 寻找着应用之物 玉飞燕意外地发现了一部 肩碑式通讯电台 便问司马辉等人谁会使用 阿翠看了看说 这是PRS2577型军用战术无线电 美国产的 我等一些通讯 应该可以用 但这地下痛苦没有别的幸存者 要拿它跟谁联络呢 玉飞燕的 咱们得手后 即便是能逃出这巨型裂谷 可在野人山外 没有接应恐怕也走不出去 带上他有备无患了 总能派上用场 司马会见玉飞燕不知有方 算得上是光着屁股做凳子 有板有眼 换作自己也没有更好的策略 于是便没再多说什么 其余几人也对此没有意义 当下各自着手准备 只是罗大海这辈子 也从来没让女人指挥过 嘴上心里不说 嘴上虽然没说 心里却免不得犯点嘀咕 他无意中发现箱子底下 有一个长条匣子 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是一条拆散的老师四管裂枪 配有两种特质弹用 罗大海三下五出二就将它组装起来 就见这条裂枪大的都出了号了 而且枪身材质考究 工艺非常精良 四条枪管呈十字装置 左右两管为散弹 上下两管为大口径弹线 他在当地听人说过 以前有英国贵族在缅甸印度等地 会去猎取野巷和犀牛 专门使用这种猎枪 犀牛的那身尖皮厚甲 足能防御来福枪弹的射击 却唯独抵挡不住这种 超大口径的猎枪枪 罗大海喜出望外 对司马辉道 这枪跟他们后堂炮没啥区别 有他报身 我心里可他娘就踏实多了 司马辉提醒他道 罗大师头 你他妈这是想打坦克呀 我告诉你 使用这种大口径猎枪可得悠着点 它的威力是不小 但生产年代比较早 所以在设计构造上还显得比较落后 缺点很多 比如容易走火 尤其是后座力大的惊人 如果设计者体格担保 开枪时都能把自己撞出一个跟头出来 罗大海自吃生的是五大三粗 有膀子稳健的力气 就毫不在乎的道 那些英国老不就是喝机器 汽水 吃洋面包长大 又不是三双六变 接他们都用 俺老罗也照样把你转 说完他将猎像枪的子弹 就垮在了身上 然后嘱咐着卡瑞维卡道 卡瑞维卡也知道眼前的处境之危险 满脸的惊慌 逼了口不敢多言 收拾齐整 众人先后钻出了黑十二号运输机的机舱 各自拎着冲锋枪 以探照灯开路 探索着向裂谷南端搜寻目标 从地层岩缝中渗下的积水 被洞窟高处的气流一卷 都成了漫天落下的细碎语物 事业受到影响 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列谷底部都是荒原般的湿地 当中有好大一片区域 渗 当中有好大一片区域 纵深延绵伸展 形势如同蟒蛇 周围的水面上 则生满了一片片枝叶繁茂的巨齿草 和丛丛的芦苇 都有将近半人来告 将沼泽地区分割得像是棋盘一样 纵横交错 阿翠祈祷 这片宽阔深邃的地下空间 周年都被浓雾封锁 从来不见天日 得不到半点光合作用 怎么会生长着如此蜂蜜 茂盛的沼泽食物呢 司马辉也有同感 最反常的是这里实在太恐慌 而且洞窟的深度不下两千多米 我原以为地底下会藏着某些东西 可是除了雾 似乎什么也没有 他说话的同时 在探照灯的光束下 看到附近水面上漂浮着几段枯木般的东西 必知 行之必是鳄鱼无疑 这裂谷四周如果是完全与世隔绝的 那么从高处落下地底的生物和植物 只能在这近乎封闭的环境中繁衍生息 在地下沼泽附近出现鳄鱼和缅甸芒等爬虫类生物 毫不为奇 可在雾中袭击黑十二号的运输机的生命体 又究竟是什么 它的体型肯定不小 而且能够借助农物迅速的移到高处 绝不可能是鳄鱼和缅甸乌芒 司马辉见没有头绪 索性就不再多想 他抬头向高处看了看 先前对热带疯团浮屠没有任何好感 只觉得恶劣的天气是一个致命危险 但此时却又盼着这场驱散浓雾的暴雨 可千万不要停止 正走得发慌至极 忽然前面又有一条近十米长 约有数吨之重的巨额 露出了满口密布的尖利压制 横爬在路上一动不动 他猛然被探照灯的脚步所惊 并没有发出攻击 而是哗啦一声扭动着笨拙的躯体 顺势钻入到芦苇丛的深处 听声音是去得远了 玉飞燕连忙提醒众人 千万不要靠近芦苇丛 免得被潜伏的鳄鱼一口给叼进沼泽里 可这时俄国人白熊却突然停下脚步 他拨了拨鳄鱼刚才爬过的地方 撞碎了一层枯木 厚厚的泥土和青苔下 暴露出了大片的狗干色层面 他又接连挖开了几处地面 都是如此 看起来一直延伸的沼泽深处 俄国人白熊似乎觉得这很不寻常 他那张本就冷漠的脸上 又隆起了一片阴云 司马会虽然看不懂 这俄国老在搞些什么名堂 可此处极其的危险 怎么敢随便停留 别问 诺夫四季啊 你在这儿抛地雷要 那俄国人文声抬起头呢 面无表情地冲着司马辉长了张嘴 露出了仅剩半截的舌羹 十一自己不能说话 随即用匕首在地上画了几个字 众人借着灯光一看 只见是四个英文字幕 M-O-H-O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这 这是个人名吗